苏澳七星陵步道全长约4.7公里 海拔最高处为230公尺 步道沿途可俯瞰苏澳海港美景 并且保览南洋平原、五维港以及龟山岛等景色 吸引了许多喜爱登山的民众前往运动休闲赏景 七星山风景推广协会 期望中央以及地方能针对步道来进行环境改善工程 让七星山也成为苏澳镇的观光休憩新景点 包括太平洋 那么 湘南 今天看到我们三港合一的十五港 包括我们现在的苏澳镇 包括整个十五市区 如果湘南 整个南洋平原都看到 如果湘西 中央山脉 它又是一个景致 后来我发现就说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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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以前的一些军事基地 就是一些军事碉堡 汇气在那边 真没差 立委陈欧珀为此要及的东北角封馆处等 湘湾单位来进行会刊 根据苏澳镇公所表示 七星陵步道改善工程 重点包括有整修步道工程 体建公园改建工程 以及军事移基观光工程等三项 总经费为三千万元 但因为步道涉及了国有临班地 军事用地 私有成租用地等问题 需要等到土地问题来解决 则上有关于步道 因为都是现成的步道去修缮改善 然后碉堡也是改善而已 所以有关于经费的问题 那个交通部还有观光局这边 欧博立委已经帮我们去协调处理好了 所以代表观光局这边 我们是不止乐观其成 我们希望尽速能够把它修复完成 工程的进行 请苏澳镇公所 尽速提出整个工程的规划 有关本案的工程 因为苏澳镇积极在推动 这个各项的公共建设 我们希望中央所属的单位 潜意来配合 而经过讨论立委陈楼破 请苏澳镇公所 紧速来提出工程规划及需求 至于步道用地问题 也请罗东领馆出来协助 希望借此整修工程 为苏澳带来更多的观光 以及经济效益 一栏新闻记者十四名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